大家好, 今天徐先生介紹豬腳姜醋 我需要大約1100克老薑 沖洗乾淨, 皮有很多泥 用一把小刀的刀背, 來刮皮 刮完之後, 用水洗乾淨的皮 用紙, 抹乾它 放進濾氣裡, 讓它去乾水 我放些薑在濾氣裡, 吹了兩個小時後 如果是大塊的話, 切開它 然後打鬆一塊薑, 其他都是這樣做 燒熱鍋子中火, 放些薑進去炒六分鐘 現在六分鐘之後, 我放入一茶匙油 三分之一茶匙鹽, 調中小火 繼續炒十分鐘, 或是直至薑炒至乾身為止 薑濕會發污 小熟了, 大湯 火要是燒幾瓶小火 內湯, 放入一塊肉 澐火會很高, 油溫 放入一塊肉, 油溫 蝦油溫 子超過幾乳溫 在鍋上, 油溫 一塊肉 見它滾了, 放入炒乾的薑塊, 蓋面煮滾 見它滾了, 較小火, 煮兩個小時 現在煮了兩個小時後, 關火, 焗一晚 到第二天, 一隻豬手排豬腳 沖洗乾淨, 用紙來抹乾它 它有些毛, 用火燒一些毛去 煮滾一鍋水, 放入三片薑 四茶匙羹小興酒 那些豬腳, 我已經砍見它了 放進去, 蓋蓋煮滾 煮滾, 煮滾了, 較小火, 煮二十分鐘 二十分鐘後, 拿豬腳倒出來 沖洗乾淨, 用紙抹乾它 抹乾豬腳塊, 放進薑醋裡 大火煮滾, 見它滾了, 較小火 煮大約一小時三十分鐘 然後關火, 焗一晚 現在是第三天 五隻雞蛋, 沖洗一下它 然後用水浸過蛋 放入三分之一茶羹鹽, 醃它十五分鐘 泡了十五分鐘之後, 再洗乾淨的蛋 放入冷水, 要遮蓋蛋面 放入一茶匙鹽, 幫助如果蛋是裂的 讓蛋白不會流出來 開中大火, 煮滾 煮的期間, 用筷子不停轉動雞蛋 讓蛋黃停在中間裡 我就是這樣來轉動雞蛋 我現在看到它滾起了 調到最小火 蓋上蓋子, 煮十分鐘 因為我要用它全熟 現在十分鐘後關火 把雞蛋放入雞蛋 放在冷水裡 如果水不夠冷, 要放冰在裡面 讓它放冷到完全冷 才可以剝殼 現在蛋涼了, 我剝殼 這樣敲一下它 容易剝殼 把雞蛋放入豬腳薑醋裡 把雞蛋放入豬腳薑醋裡 大火煮滾 煮滾了之後, 較小火 煮一小時 蓋上蓋子 煮蛋的期間 要用筷子够不够動動蛋 令蛋全部上色 現在一小時後 關火 保存方法 每星期起碼要煮滾一兩次 令它不要變壞 煮腳薑醋已經做好了 很感謝收看, 希望你喜歡吃 下次再見 開門 火煮滾